局长复达及定性交接典礼 典礼开始 主持人请就位 奉沿江县政府109年6月30日 辅人组致地109-0026-14号令 核定曾玉花派任 沿江县卫生福利局局长 派任人员 其所属员工均应服从命令 克尊纪律 尽忠职守此地 不淫师舞弊 不授受贿赂 如为誓言 愿受最严厉之处罚 警示宣誓人曾玉花 中华民国109年7月1日 今天我们举行简单隆重的卫生福利局 新卸任局长的交接布达典礼 我想这是一个我们县补团队又更向前迈进一步 我常常跟同仁联邻 我们宪政的一个核心价值 核心目标 最重要的就是 相亲的健康跟幸福 那卫生福利局在幸福团队里面 对相亲的健康跟幸福 一直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也提供很多的贡献 那首先我要在这里 谢谢村府局长 在过去这么多年 在岗位上为幸福团队 为相亲所做的努力 那我要勤勉新任的曾局长 在既有的基础之下 继续努力 提升我们医疗照顾的品质 提升相亲的幸福支出 我相信幸福团队会继续管钱迈进 那谢局长跟曾局长 都是我一起共同努力 几十年的老同事 那谢局长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医师 认真的工作 不仅仅有非常好的艺术 更是有非常的文学的才华 我想这么多年来 他的努力 他的用心 我在这里再一次的表示感谢 那谢下这个局长的重任以后 仍然在幸福团队里面任常议职 我相信不仅仅可以继续地为信务团队来尽力 更可以专心地从事医疗工作 也可以看到很久没看到谢局长的文学的创作 我或许很快就可以看到再次的谢谢谢局长 重努力几十年的老同事 从医院到卫生局长时间的接受 专业的卫生医疗的训练 那这几年跟着我在县党市的秘书 以及接掌行政部处长的职务 除了专业的训练更展现其管理领导的才华 以及沟通协调的能力 我相信卫生福利局这个优秀的团队 在它代理之下 一定更能够提升我们医疗服务的品质 凝聚同仁的向心力 以及共同的能力 为民众创造更多的福祉 让必须的医疗以及各项的福利 能够继续的提升 包含医疗品质的提升 以及健康的照顾 以及肠道的推动 老弱父母的照顾等等 我相信大家对政局长都有很高的期待 我想他一定圆满此之前继续努力 那今天除了不达这个新局长之外 其实县武团队也认命了 新的行政处处长 陈丽玲处长 大家掌声 还有我们市场市的历书 超医学历书 我想幸福团队 这种调整会是一个常态 但是调整就是不断的进步 不断的提升 勤勉大家继续努力 谢谢 谢谢 首先感谢大家在百忙之中 参加今天的薛士布团典礼 我有一个感谢 两个感恩 三个期许 以大家分享及共勉 首先感谢我们家乡 麻祖 有机会让我们回到家乡白服务 我从连江县卫生局 连江幸福医院 连江县卫生院 五分之四的时间 我都在卫生医疗单位 走过医院12年 走过卫生局20年 32年的时光 我走过战地政务 艰困的医疗环境 抗人领盛 靠天抗病 秉持着自助 人助 方能超支 在我的里面 走出卫生医疗服务的 今天的光景 衷心感谢前辈们的努力 跟付出 其次我有两个感恩 第一个感恩 我感恩谢局长 接下全国唯一的 卫生福利局第一任的局长 从传统的卫生局 医疗保健防疫 走向今天的包商包涵 从怀胎到人生的最后一陵路 都跟卫生福利局有关 我相信在谢局长的封厚基础之下 能够无缝接尾 传承接霸 第二个感谢 我感谢行政处的所有同仁 创下连江县政府 组织改造的第一处 行政处所有同仁的 共同努力全力以赴 完成了不可能的任务 最后我有三个期许 跟大家分享 第一个期许 医疗 医疗 卫生福利 永续发展 新希望 积极打造 幸福 友善的环境 从建立机制 因地自营 永续经营的拟练 来出发永续来经营 第二个期许 医疗 品质的提升 传染病防治 食品安全及监测 长期照顾及管理 加强老人及幼儿的照顾等等 我相信我会全力以赴 无缝结尾 跟局里的同仁 共同打拼 大家一起努力 共同来创造 马骨的卫生福利人区 回应乡亲的期盼 第三个期许 高品质 舒适及优质的就医环境 让乡亲免于传染病的威胁 安全的食品安全的环境 健康的身心灵的乡亲 还有一个健康的生活品质等等 我相信在大家的努力之下 我们会创造一个更好更优质的明天 医疗的健康 无止境 永续健康是不打烊的 我愿意跟大家一起同心协力 航队合作 精力求精 跟大家一起努力 打造一个在地化接地气的卫生福利局 谢谢大家